还有那个他尊重的一些 比如说明星啊 这样一些人 他喜欢的这样一些人 对他进行欣赏 他们才知道了 原来不是这些人 有标记的人 不是画里面的阶级敌人 对 是生活中的熟人 熟人就在你周围 但是我们还得给孩子讲 不是每个人都是坏蛋 他们就会紧张 那我就会告诉他们 当你跟这个人 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你得分辨哪些行为 对你是不好的 对吧 因为我们很多人 会被表现出 对孩子的一种喜欢 就会去亲眼啊 或者去抱你啊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这是人类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我们得心然的 去接受这样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 身体有接触的时候 他老在你的身体的 某一些饮食部位 用手在摸 或者用他的身体的 甚至去接触 你身体的某些部位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是不好的接触 你得想办法离开 我们的孩子 马上就明白了 从儿科医生 到学校的校医 胡平有更多机会 接触到了 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 十年间 他潜心钻研儿童性教育问题 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开办过讲座 引起了幼儿园 学校 以及家长们的关注 儿童性教育这个词 说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了 但其实该不该对儿童 进行性教育 怎么对儿童性教育 其实大家根本就不确知 您是被称为 中国儿童性教育第一人的 所以我特别想问您的经历 您从什么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 就是儿童有性这个问题的 我儿子现在十七岁 当时那个时候我儿子三岁 他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 我说从肚子里面生出来的 其实我很紧张 我就试着这样回答 好 他就不问了 不问了以后 我就终于石头落地了 然后到了四岁 其实他思维的发展 他又开始问 那既然我是从你肚子里面 生出来的 你肚子里面还有你的宝宝 从肚子到哪个地方生出来的 我又是一身大汗 很紧张 然后我就说 你是泼妇产吗 从妈妈的 刚好肚子上有个疤 赶快把这个疤晾出来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 儿子又不问了 到他五岁六岁的时候 思维又发展了 我既然是从你肚子里面 生出来的 那是怎么进去的 这是在这么多年的当中 我感觉到的 家长最怕听到的一个问题 然后 我想起来 我姐姐 他们家小孩 小的时候问他说 妈妈我从哪来的 然后他当时还觉得自己是很文明的家长 他就说 妈妈身体里有一粒种子 爸爸身体里有一粒种子 当两个种子跑到一块的时候 就会生出来一个小孩 就是你 然后那个孩子马上就问 两粒种子是怎么跑到一块 他当时就眨眼了 现在很多家长都可以进化到 就说我不说你从垃圾桶捡来的了 我就告诉你 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就有了你 我就把我的那个上大学的解剖书拿出来 没有其他书 那个时候买不到育儿的书 我就拿出来翻 这是女性生殖器 我儿子马上问 什么叫生殖器 然后我就很集中生智的回答了一句说 就是生孩子的器官 你看鼻子是干什么干 呼吸的 眼睛呢是看的 那这个器官呢 生孩子的 妈妈的生殖器里面